大家好,今天我們疲勞測試的主角是 眼前這輛Volkswagen主力銷售車款Golf 這次這輛Golf是2.0TDI柴油渦輪增壓引擎 它引擎的最大馬力是140匹,扭力是32.65公斤米 它的車重是1297公斤 加上駕駛之後呢,重量就超過1300公斤 以它這樣的動力輸出 在對應它的超過130公斤的重量 在這10次的極加速極減速的測試會有什麼樣的表現呢? 今天我們就來測試看看 在測試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地表的溫度 現在地表的溫度是53度 OK,那接著我們來看看今天戶外的溫度是多少 儀表板上顯示今天的戶外溫度是32度 好,那接著我們就開始準備進行測試 那測試之前呢,我們先來看看疊盤的溫度 OK,那現在出發前的疊盤溫度是40度 41度這樣 好,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測試 基本上這10次的疲勞測試 加速減速的測試已經完成了 那Golf 2.0 TDI呢,它在起步的時候 順踩油門,油門全部下去的話 事實上都還可以聽到輪胎輕微的尖叫聲 所以它的扭力是非常的強大的 那這10次的數據,煞車跟加速的數據 我們到時候會在文章裡面 詳細跟大家一一做說明,謝謝